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原代码 可以说是我最喜爱的科幻电影之一 因为它应用了我十分喜爱的几个因素 平行世界轮回模式以及烧脑操作 豆瓣评分有8.3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这部电影看起来十分过瘾 相似的类型近两年的轮回模式电影 能想起来的就是明日边缘了 不过原代码自然是比明日边缘好看很多 电影一开头咱们的主角科尔特上尉 发现自己在一列陌生的火车上 而火车上的人似乎还认识他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 但是当他到洗手间里确认 才发现自己换了一张脸 而且他确认了这张脸的身份 是一个叫做肖恩的人 科尔特可以说是一脸懵逼啊 因为在印象里 他应该是在阿富汗执行飞行任务 惊魂未定的时候 火车突然发生爆炸 醒来后的科尔特发现 自己在一个秘密的空间里 而自己实际上是参与了一个 叫做原代码的实验项目 科尔特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有一个变态炸弹狂人 炸毁了这辆列车 而这辆列车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还有一系列的爆炸计划 电影里一开始说的是科尔特 因为和教师肖恩的脑电波相似 所以可以连通 这样就可以看到 在火车爆炸前 八分钟里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八分钟找出元凶 所以这八分钟里的一切行动 都无法阻止爆炸的不发生 可是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男主角科尔特 可以碰触到周围的人 并且在这八分钟里 改变事件的轨迹 如果只是单纯的记忆 应该只是一种影像的投射 科尔特在经历了 无数的八分钟之后 终于找到了犯罪的元凶 在他的恳求下 也回到了车厢 解救了众人 就当科尔特以为自己 马上就要被消除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八分钟过了以后 科尔特并没有死 原来元代码的能力不止于此 每次元代码的开启 都可以创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所以科尔特就可以 在这个平行的世界里生活 更出奇的是 他发出的信息 竟然还传到了普通的世界里 也阻止了犯罪的发生 所以电影的结局 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结果 两个世界的犯罪都被阻止 而科尔特也和女主角 科里斯蒂娜 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部电影十分的烧脑 剧情抽丝包茧 一点点的抛给我们惊喜 而且并没有直接的给到我们答案 给了观众很多思考的空间 再到后来一点点验证 对于前面剧情产生的疑惑 整部电影就像是一个 科幻题材的侦探小说一样 让观众也可以切实的 参与到剧情中来 整部电影充满了未来的科技感 又不断的反转 给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当所有人都在惋惜 科尔特其实已经死了 之所以可以和肖恩连接 只是有一部分脑子存活的时候 又让他在平行世界里活了下来 大团圆的结局 从各个角度来说 电影都是成功的 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优秀科幻电影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